欢迎大家收看由乒乓网为您带来的乒乓球技术解答 本集主要讲解了调打的种类、特点 分析了调打技术的动作要领 指出了训练时的注意事项 首先调打按处理球的方式来分 可以分为出手集中的爆条 和以控制为主的关条 爆条虽然难度大 但是在比赛中 尤其是在关键球上给对方的压力更大 更能直接得分 而翻挑控制难度较大 威胁性小 并且不容易主动得分 所以我们在练习调打的时候 要以出手集中的爆条为主 想提高调打的命中率 步伐的移动是非常关键的 这也是我们很多爱好者往往忽略的一件事情 平时练习只注意手上的动作而忽略步伐 在机球前右脚上步插到台下 在这之前左脚需要先做一个垫步 让身体启动 这样右脚可以根据来球的位置上步 很多业余爱好者喜欢直接右脚上步 这样脉步的幅度比较大 不利于正确的移动到机球位置 影响机球质量 机球的还原和后续的衔接都不够流畅 这样调打的威胁性和命中率都会有所影响 调打的机球点在高点七机球是最佳的 高点七机球对对方的压迫感是最强烈的 要想抢到最高点机球 我们前面说的步伐就一定要调整到位 这也是我们很多爱好者做的不足的地方 错过最高点机球 调打的稳定性就会下降 调打时的动作要干脆利落 机球时的爆发力要集中 主要是靠手指的发力 在机球时 手指手腕要相对放松 而且手臂不要过大的引拍 我们很多爱好者在机球时习惯性的向后引拍 这样发力的集中性不足 也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机球时间 最后还要注意在练习调打时 调打后的步伐和动作还原非常重要 调打后的步伐和动作还原非常重要 调打后不论是正手进攻还是反手进攻 都要先步伐还原 再进行下一步的步伐移动 这样的技术衔接更加流畅 希望今天的解答能对球友们有所帮助 如果在打球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一块来交流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